说到小冰章吧,大家可能都会像这个角色的扮演着谢梦伟头去羡慕的目光,因为他在29岁的时候老婆孩子都有了,而且妻子很漂亮,儿子非常可爱,可以说家庭相当幸福了。 10月25日晚上,谢梦伟的妻子晒出了九宫阁,并表白老公,看了你的节目火力无限,真的很为你骄傲,在我心里,你不仅是我的好丈夫,是孩子的好父亲,今后又多了一个形象,你是我的英雄。 谢梦伟最近参加的综艺节目《火力无限》正在热播当中,其中还有莫小辈王莎莎,向李飞刀的女儿娇曼婷等等,见正年轻一代在苦心,几率魔力下的成长和蜕变,仅通过一些片段,就能感受到这个节目的辛苦,却是很考验人的意志力。 谢梦伟亲你的留言,妈妈打老婆子,随后谢梦伟也分享了九宫阁,作为对妻子郭珊珊的回应,她表白道,我伟大的老婆,也是我心中的女英雄,一直都在为我默默付出,是我坚强的后盾,妈妈呆,两人都晒出了郭珊珊,穿着黄色长裙的照片。 那次正是郭珊珊带着儿子去探办谢梦伟录制《火力无限》,谢梦伟穿着一身黑,还挺帅的,郭珊珊则露出了小马腰,很是性感,儿子小谢谢的背着瓢虫书包,小表情呆萌,十分可爱。 谢梦伟也分享了许多娘娘的生活照,有这么漂亮的妻子,和这么萌的儿子,确实值得显摆和炫耀一番哦,之前看到有调查研究书家, 婷的幸福程度取决于女主人,周周觉得郭珊珊就是一个不错的妻子和母亲,所以这个家庭才会像现在这样美满。 从谢梦伟公开领证消息的时候开始,大家就被她的妻子给经验到了,不笑的郭珊珊比较成熟,微笑着露珠小虎牙的郭珊珊则比较可爱,可预解可罗利,各种风格她完全可以驾驭自主。 小谢谢虽然神赐谢梦伟,但是又遗传了妈妈好看的五官,至少眼睛炯炯有神,比爸爸的大很多。 谢梦伟经常出差在外不在家,郭珊珊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,把儿子也给照顾得白白胖胖,非常健康,过程固然辛苦。 但是丈夫能够理解和疼惜自己,那也心满意足了,谢梦伟能娶到这样的老婆,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戏吧,没有猜错的话。 这应该是为了庆祝谢谢,满意周岁,那时候拍摄的家庭写真,谢谢就是想吃手指透嘛,萌太十足,再过不了多久,肯定就能学会走路了。 宝宝颜值高,夫妻也恩爱,这个小家庭还是非常富有正能量的。 期待西梦伟能带给大家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哦。